马尔科夫先生,为什么托杜罗夫不在球列中呢? 你说的是斯维托斯拉夫·托杜罗夫吧 他受伤了,否则他肯定会出现在这里 不,不是斯维托斯拉夫,是阿纳托利·托杜罗夫 你怎么可以不招他呢? 2004年我就为保加利亚和瑞典的赛遣 一名瑞典记者把保加利亚主帅马尔科夫问得一头五手 他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谁是托杜罗夫? FM足球经理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模拟经营类足球游戏 它的前身叫做CM冠军足球经理 作为CM系列最经典的一代 CM03、04分离全球 仅在英国就卖出了30多万份 容易白金销量奖 这可是2003年的30万 几乎每个玩家都知道这个版本的通关秘籍 那就是拿着500万左右的英镑 来到保加利亚签下一个叫做阿纳托利·托多罗夫的球员 那么未来10年甚至更久 你的球队都不需要为进攻发仇 这个绰号土豆的超级天才在开档只有18岁的情况下 前分的各项关键属性几乎全部落满 在玩家手里 如果土豆一个赛季只打近30球 属于发挥市场 单赛季50球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就像他的绰号土豆一样 便宜、实用、量大、管购 作为游戏中的超级巨星 现实中的托多罗夫发展的如何呢 现实中的托多罗夫可能从来就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 出生于1985年的阿纳托利·托多罗夫在家乡球队索菲亚九月开启了租车生涯 由于展现了出众的天赋 他在2002年被保加利亚假接连赛球队利特克斯 以20万马克的价格欠下 当时的利特克斯是保加利亚豪门冠军的游离争夺者 自然无法给17岁的托多罗夫太多机会 他被租借往保加利亚以接连赛积累经验 尽管在以接连赛取得了不错的数据 但是当他结束租借回到利特克斯时 却发现一切已经物是人非 原来力主撑下他的教练已经离队 新教练告诉托多罗夫球队没有他的位置 离开利特克斯后 托多罗夫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什么起色 在连续不断的转会中 他的灵气也渐渐被磨去 由于进球效率不高 他的位置逐渐后撤 被改造成了一名中场 2010年夏天 25岁的托多罗夫最后一次出现在 保加利亚甲基联赛的舞台上 从此他逐渐沦落到低级别联赛 成为万千普通球员中的一个 2021年在离开职业生涯第18支球队后 36岁的安纳托利 托多罗夫默默的结束了足球生涯 他甚至从来没有走出过保加利亚 为什么现实中的托多罗夫和游戏差距如此之大 这可能只是数据调查员的一次恶作剧 在CM0304的上一个版本CM0102中 在当地调查员的努力下 众多白俄罗斯妖人横扫全球 声名远扬 因此保加利亚的调查员一样画葫芦 在新版本里给保加利亚的天才们 加上了世界值得天赋 除了托多罗夫 他在利特克斯的队友卡卡罗夫 同样在游戏里大杀死亡 两人一起被誉为保加利亚双子星 当然卡卡罗夫的足球生涯也没有生起什么波澜 从来没有登上过主流联赛的舞台 尽管托多罗夫整个职业神埃的进球术 可能都没有游戏中一个赛季多 但他依然是那个特殊的存在 无数的足球经理玩家都会在某一时刻想起来 有个叫做土豆的球员曾经给他带来的快乐 很多玩家都习惯在随后的各个版本游戏中 寻找托多罗夫 然后把他迁到球队中 尽管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那个大杀四方的超级天才 只要他还在奔跑就足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